中国的一件双星成功将第39,40颗北斗卫星发售升空,中国在航空航迁领域的成就,也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 去外媒报道称,随着中国北斗卫星的不断增多,已将属于中国的北斗天网,已基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。 这对于中国的军事发展起到重要入退作用。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,随着中国北斗天网的全面打开,解放军的全球追踪能力,也将较之前提升了几十倍,而且导弹的打击精确度不差,也将所效到一厘米。 伟单位,我们知道,目前全球最常见和通用的还是美国的TPS系统。 但是我们知道,这是美国人的专利,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关闭其他国家正在使用的TPS。 而这一行为,将会造成很严重的不良后果。 所以如果能拥有自己国家的导航卫星,不受美国人的约束,这一点至关重要。 专家表示,就目前而言,北斗的精确度还达不到美国GPS那样的标准,因为GPS军用卫星的最高精确度是0.1米,而中国北斗目前的最高精确度是0.5米。 专家表示,如果想要追赶到美国的同等水平,至少还需要10年。 1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,有差距不可怕,只要我们不停下脚步,胜利中将会属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。 近日,我国解放军少将表示,预计到2020年,中国导弹部队就可全面实现对全球目标的锁定能力,而且除惯性制导和红外制导的导弹以外,此前依赖GPS导航发射的导弹将全部换装北斗导航。 那么这也将意味着,即便美国关闭了GPS,也将无法干扰中国导弹的发射,击敏重目标的全过程。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,随着中国北斗卫星在全球的普及,中国军队拥有了打云未来战争的强大体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